这期视频我远称之为有史以来最恐怖的一期 建议大家在周围没有人的环境下面观看 话不多说这一切呢 咱们还得先从一个老中医的故事讲起 传说中医是一个行善积德的职业 所以一般情况下 中医要么就自己很长寿 要么就可以为自己的子孙及英德 负责自己的子孙后辈 但是在清朝呢 有这样一位中医 他虽然医术高超也治好过很多人 但他的子孙后辈当中呢 每一代总会出现一个吃傻之人 最后这位老中医在即将驾鹤西去前 才恍然大悟 家族中会有此等的家门不幸 皆因为自己当初治好了一个不该治好的人 记得当年这个老中医还是很年轻的时候 就遇到过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女人 这个女人呢异常狂躁 犯起病来就会爬到屋顶上拜月亮 或者深思活鸡吃 亦或者一丝不挂地往门外跑 也不知羞耻啊 并且犯病的时候力大无穷 要三四个壮汉才能将其制服 当时这个年轻的中医就断定 此女应该是被斜碎上身 要治疗这种情况 就得用到中医当中专门针对斜碎的一套方法 就是比较奇特的鬼门十三针 这鬼门十三针呢 传说是由神医扁鹊所创 在医书千金方里面就有记载具体的操作 说的就是人体啊 有十三个鬼穴 但凡碰到患者是斜碎入体这种事 也就可以往这十三处鬼穴行针 一般行针至第五至六处的时候呢 这个斜碎基本上就会被踢出体外 那如果这个斜碎很顽强 也可行针至十三处 将这斜碎彻底斩杀 不过一般的医生啊 他不会做到这个地步 因为行业内有这样一个说法 就是这个凡事不能做得太绝 在行针的时候需要一个学位 一个学位慢慢行针 这样呢这个斜碎之物啊 就会被逼得受不了 然后向医师求情 此时呢医生就会问清 这个斜碎的孽债前缘 然后做一个合适佬 把这个事情给化解了 但是咱们刚才提到那位老中医呢 他年轻的时候可不这么认为 他就觉得这个斜碎祸害人间 应该赶尽杀绝 于是他就给重斜碎的那位女患者 安排了满满荡荡的鬼门十三针 最后呢这个女子体内的斜碎啊 被气得不行 说你既然要将我赶尽杀绝的话 那么我将诅咒你 让你以后的子孙当中 每一代都会有吃傻之人 故事讲到这儿 想必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疑问 就是斜碎之物啊 到底是不是存在的 或者说他们到底 有没有可能来到我们人间作乱呢 曾经很多人会说 这个科学告诉我们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现在流行另外一种说法 认为这是有可能存在的 并且有的科学家 也认为这个说法 说的确实是有道理的 咱也不卖关子啊 咱们先假设 自己就是一个斜碎之物 是一个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脏东西 如果你想越界跑到阳间去 完成一个唯非作歹的行为的话 这个时候呢 你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身体过不去啊 无法到达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 也就是所谓的阳界 那如果你强行穿越阴阳的界限 进入阳界的话 那就会落到一个魂飞魄散的结果 以上的说法是一比较玄学 比较神话的说法 那现实中是否真的存在一个 能阻隔阴阳的这样一个界限呢 20世纪初期 卡尔·戴维·安德森发现了正电子 这也揭开了一个真相 就是咱们这个宇宙存在着反物质 也就是说宇宙还存在着另一面的世界 那个世界里所有东西的物质组成 都和我们这个世界是相反的 咱们这个世界里组成物质的原子 都是原子核带正电 旁边的电子都带负电 那在那个世界里 原子核都是带负电的 旁边的电子呢 都带的是正电 这一点呢 就是咱们这两个世界最本质的区别 大家不要小看这一点区别 这就造就了 咱们这两个世界的能量传递方向是相反的 在我们这个世界 能量总是由高能量状态 传给低能量状态 而且这个过程呢 是不可逆的 这种能量传递方向的不可逆 也就造就了我们的时间感 而反物质世界的能量呢 能量传递方向 在我们看起来和我们的是反的 是一个由低能量状态 传给高能量状态的方向 所以它给我们的时间感也是相反的 比如咱们这个世界的人一生 是从出生时候的婴儿 然后到小孩 到成年 最后到老年 那反物质世界呢 它的时间对我们来说就是反的 所以它那个世界的人一出生 就是个老年人 然后随着它那个时间的推移 它慢慢变成一个中年人 青年人 最后变成婴儿 说到这儿呢 就不禁得有一点细思极恐了 那根据古人的说法 这个人一旦去世 他出现在阴间时候那个样子 就是他去世的时候的样子 最后他再去投胎的时候呢 刚好又是个婴儿的状态 所以古人所说的阴间的这个时间观 貌似还和反物质世界的时间观给对上了 而且物理学家还说了 咱们观测到的宇宙 有一个特别不寻常的点 叫做正反物质对称性破坏 简单来说就是咱们这个物质世界 正物质太多 反物质太少 理论上宇宙产生之初 正物质和反物质应该是等量的 这样总的正能量等于总的负能量 它才能满足能量守恒这样一个宇宙法则 但目前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 全是正能量正物质 但凡造出来一点反物质吧 它只要碰到正物质马上就湮灭掉 于是就有很多科学家觉得 我们这个宇宙就不应该存在了 因为既然当初宇宙诞生之初 产生了等量的正物质和反物质 那么它们就应该互相接触 然后全部湮灭掉 也就是说现在的物质世界 根本就不应该存在下来 但是我们这个世界呢 又恰恰好好的存在下来 那么就倒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宇宙诞生之初呢 正物质飞向了一个方向 反物质飞向了另外一个方向 这样二指几乎就接触不到了 宇宙呢也不用全部湮灭殆尽了 这儿是不是就有点那个 阴阳相隔的味道 那既然有这种阴阳相隔的存在 反物质世界的脏东西 来不到我们这个世界 那它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能在我们这个世界 完成一些作威作福的操作呢 这个呢还真有可能 而且还是用科学实验给做出来的 二十世纪中期物理学家发现 在真空当中将两块不带电的金属板 放得特别近的时候 大概也就十纳米左右 这个时候金属板之间 就会产生巨大的吸力 强度呢可以达到一个大气压的大小 这个呢就是著名的卡西米尔效应 卡西米尔效应中金属板之间 突然产生的巨大吸力 让科学家觉得特别的费解 因为感觉产生这股吸力的这种能量啊 貌似是凭空产生的 这个呢就明显有被常识 因为根据能量守核 都知道这个能量是不会凭空产生的 它一定是由一种能量 转化成另外一种能量的 那后来呢有人提出了这样的一种说法 真空之中之所以能量处于最低状态 或者说真空之中看起来没啥能量 这可能是因为正粒子产生的正能量 和反粒子产生的负能量 它们两个是抱在一起的 所以表现出来的呢就是没有能量 但是当你把两块金属板 放得比较近的时候 这样呢就影响到了正粒子场和反粒子场 也就是说影响到了板子周围 正能量和负能量的分布 那这个时候正能量和负能量得以分开 能量就表现出来了 但是呢由于我们目前只能观测到正能量 所以我们就发现 它怎么突然一下产生了好大一股正能量 这好像特别不符合能量守恒定律 但实则呢 它同时也产生了很大一股负能量 那这两个能量加一起啊 它其实还是等于零的 还是相当于真空是没有能量的 所以呢也并没有违背能量守恒定律 那如果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那就表明我们可以通过正物质世界的东西 来影响负能量 那相反 虽然反物质世界的东西 它到不了我们这个世界 但是呢他们可能也有这样的手段 通过反物质世界的东西 来影响我们周边的正能量 从而使一个人重邪或者生病 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有人站出来 把这个人周围的能量给他调整正常 他才能恢复健康 恢复原来的样子 而古人貌似就是用风水和针灸的方式 来调整人周身的能量的 那虽然风水能调整能量 在目前看来还没什么科学依据啊 但是针灸呢是实打实的 可以调整人周身的能量的 在皇帝内经当中就直接说了 用针之类在于调气 那古人所说的气其实就是能量 林书九针十二元中也说 次之药 气质而有效 针灸大乘中也记载到 用针之法 后气为先 那既然古人说针灸可以调整能量 对吧 那这个能不能被科学仪器给测量出来了 也比如说这还真可以啊 因为针灸当中有一套很直接的手法 叫锯气和泄气 那锯气的手法呢 叫烧山火 用这套手法扎下去 那这个扎针的部位呢 气就会汇聚 也就是能量汇聚 那这里的温度呢 就会明显比其他地方高 这个泄气的手法叫透天凉 用这套手法扎下去呢 这个部位的气啊 就会溃散 就是能量就消散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温度 马上就会比其他地方的温度都低 这种温度的变化 不仅患者可以体会到 用旁边的这种温度测量一侧啊 马上就能看出来 所以针灸可以调整能量 真的不是空穴来风 这时候呢 我们再回头看看之前讲那个鬼门十三针的故事 老中医用针灸的方式 调整负能量 斩杀斜碎的戏码 貌似真的有可能在现实世界中上演 这样看来的话 另一个世界的存在 也并不是那么的空穴来风啊